请雷将军补一下 在这个节骨也 11月31号 你觉得德国这个大动作 是为什么 是跟美国要表中吗 其实我觉得不是 德国这种大动作 反而我们认为是 伊朗这个大动作 他为什么要在 11月28号这时候 执行死刑猝死 这个事情已经谈很久 从2020年的逮捕以后 到现在也过了四年了 那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他大动作将这个 他们定义他是一个间谍 然后将他猝死 我们要说这个死刑来讲的话 台湾我们也争议得很凶 那欧洲来讲 他们认为就废除死刑 但伊朗这个国家 依照他们的这种法律来讲 他们还有死刑 他们死刑甚至于 在宗教上面还更严格 要求还更严格 所以我觉得伊朗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我反而认为是 这个伊朗在时候做大动作 然后故意挑拨这个德国 然后就是警告你们说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 国家没有主权 然后后续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川普当选以后 那是不是要对我实施核制裁 所以我在这时候 猝死你们一个间谍犯 后续来讲的话 会不会手上还有其他的 我们不晓得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 那德国这个时候 当然要做一些动作 不然他很难 跟他的德国的老百姓 做交代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人应该是情报员 没错了 因为大家都想 这个我们国家也是一样 情报人员本来就是 跟007为国家出生入死 那你既然去担任这个工作 做这个工作以后 你自己要早知道 有这种认知了 万一一旦我要到这个伊朗去 从事这个工作 万一我被逮到的话 我只有死路一条 这什么事情放在美选前 都会显得格外的敏感 那阿根廷也是世界上任何的地区 我们看到都是美国 都有美国的影子 我问一下这个杨老师 第一个最近这个新闻 在这个大陆前两天热搜 都一直跳在很前面的 是这个阿根廷外长 突然之间被解职 被这个总统 非典型政治人物解职 那他是一位这个女性的这个外长 为什么解职呢 你就看到 原来在联大的投票当中 他投了赞成票 因为要这个支持解除 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决议 事实上大家知道 这个票是每年都在投 那他也投了赞成票 结果不得了 最后被了解职 那这个外长呢 四月份访华的时候 跟王毅有谈 二月份慕尼黑安全会议 九月联大 也都跟王毅见了面 然后你看到这个米莱 这个米莱 2025年1月还要访华 在这个节骨眼 他被解职 那另外一头 阿根廷造币厂 我们关心阿根廷 除了他的政局之外 当然还有他的这个经济 他的造币厂 有个内部公文 最近被曝了光 这个讯息事实上 之前有流出来 他的这个常用的 一千两千批手的纸币 要停用 那未来大面额的纸币 由中国来给他特供 中国帮他印 为什么呢 因为算一算 然后这样比较便宜 然后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 阿根廷外场 到底投了什么票 10月30号在联大 连续32次通过决议 这个票几乎每年都在投 就是敦促美国终止 对古巴的经济 商业跟金融的封锁 每年都要投票 但是我觉得 尤其是在此刻 没选前 我觉得真的是 格外的讽刺 你看到187票赞成 一票弃权 反对的几票 两票 反对加弃权的 加在一起三票 187对三 哪两票反对呢 就是美国跟以色列 只有这两个 1992年开始 每年进行表决 差不多的结果 所以这个感觉就是 你不觉得吗 美国跟以色列 站在全世界的对面 被全球孤立 这个是甘乃迪总统 是啊 在1962年的2月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就在古巴飞弹文期 说这个古巴就靠向 就是共产这个集团 所以就开始对古巴 采取经济制裁 那有一个说法是 他在法律公布之前 他自己去买了 1200只古巴的雪茄 因为他蛮喜欢抽雪茄的 我以前从加拿大 去美国的时候 到温哥华 那个时候去 这个学校做客座的时候 那从加拿大去美国 你就不需要美签 因为如果你有加拿大 签证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还都需要签证的时候 所以在加拿大这边的 就是边境的这边 很多的小店 通通都在卖古巴雪茄 62年了 美国对古巴的这个制裁 其他的国家其实都已经 没有跟着美国对古巴制裁 可是美国有一个制裁 叫二级制裁 也就是你这些海外的企业 你不可以违反我的规定 否则我可以制裁你这些企业 孟晚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二级制裁 美国制裁伊朗 而你出售 这个美国所禁止的 这些商品或者技术 给伊朗 所以我就不对你制裁 孟晚舟因此被软禁了 一千多天 这个就是为什么造成古巴到现在 它整个经济 社会福利 非常的严重 那因此蛮讽刺的 但古巴也是寻求生存 它的预疗医学 是全世界最好的 所以到处都是医生 这个就是预防你发生疾病 它的所有的古董车 大概全世界最多的 因此大家对于1992年就开始 那冷战结束了 对 现在都2024年了 对 那就是美国反对 那美国为什么反对 纯粹政治因素 因为它在中 就特别是在南部 佛瑞达 这个就是这些地方 很多古巴裔的这些美国人 现在都是美国籍 那这些人就是反对 反共 所以你像那个Rubio 他就是如此 那以色列 他当然跟着美国反对 那米莱伊为什么 这个很生气外交部长呢 我那么好的机会 我可以跟美国以色列 站在一起 三票反对地表达 我对美国以色列的忠诚支持 整个拉高了自己的档次是吧 对 他叫对美国表态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又亲美又亲以色列 他后来转性犹太教 还跑到耶路撒等枯墙去 就在他当选之后啊 所以呢 这么好的机会 如果你不让他变成 这个三票反对 所以他就气到 把他给fire掉 那所以他是 叫做南美的川普 对 那可是他现在 也务实地了解到 他刚开始上来的时候 他对中国当时非常批判的 他退出了 就是金砖国家的这个成员 还有金砖去年他本来是邀请他入会的 那结果他退出 那现在他 可是他后来发现到 他卸这个IMF的这些款项 都是中国大陆的贷款来去还 产还的 那当然 阿根林自己内部里面通货膨胀非常严重 这个PISO已经没有人在什么在用了 官方的在用而已 所以你再印 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连自己印都不想印了 讲是讲得好听 由中国大陆这边来供印 我觉得他也不需要什么供印 我觉得都是 这个人就非常的爱面子 然后呢又极度的亲美 可是碰到现实问题的时候呢 现在又开始就必须要了解到 他跟中国大陆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性 好 剩下点时间 我让亮哥讲一下美选吧 这个美选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吧 这个川普的这个胜率很高 七大摇摆之后 川普是全数领先 那这个民主党现在已经开始要抓战犯了吗 贺锦丽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 当然这个问题也蛮尖锐了 川普过去常会提前宣布胜选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办 他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 所以现在是败选的准备已经开始了吗 现在最担心的有两种状况 一个就是先开实体票 实体票大部分都共和党 因为今年的通讯票高达5000万 上次才3000多万 那通讯票很多都是民主党 所以川普前面会领先 那后面被超车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 那我也看过一个报道 说川粉很早就渗透到各个选务机构 当行政人员 所以我认为很可能会在各个选务所 就直接打架起来 这是一种状况 那第二个状况就是不管谁赢 领先的很少 比如说这个就是领先五票以内 其实极左跟极右都会动手 目前看来 都会动手 我跟你讲那个极左的Antio 那个其实更可怕 我那天就跟那个复旦大学审议 我们在对谈 讲美国大选 他说他更担心极左 因为川普已经被暗杀两次了 那Antio是 我跟你讲 他们的心情是不一样 极右的是 是看不起贺锦丽 就不屑了 就你这个 就没什么材料 那另外就是四年前 他们有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认为做 就是选举舞弊嘛 就这两种心情 那那个左翼的 是把川普当作希特勒 我跟你讲这个更可怕 就认为说 他如果当权 他会开始搞这个体制内的政变 用司法部去抓人啊 或者越来越不受国会的制约等等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怕赢的不够多 那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暴动 但这个情况蛮可能发生的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的高 因为目前看起来要大赢也不容易 对 不过目前对川普确实比较有利了 那主要的原因 这个我在节目也讲过了 比如说那个Michigan 因为有一个绿党的候选人 这个很麻烦啊 因为让阿拉伯弈找到理由 说他们我们没有背叛 我们只是不喜欢贺锦丽 所以我们投给那个绿党的候选人 这个事实上在高尔那一年也发生过 我记得好像是New Hampshire 高尔不是大家都集中看弗罗里达吗 说那个投票重新验票 对不对 事实上高尔就是因为New Hampshire 出了一个第三党 那大家跑去支持那个绿党 结果它落选 那那个柯林顿那一年也因为 Ross Perot出来选 就害了那个布希落选 我讲的比较极端一点 如果说只差一点点的话会怎样 会内战吗 就是看你要用什么概念来形容 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会有冲突 那冲突到底有多严重 最糟糕的当然就是候选人本身受到了危害 那这个就大乱 如果是当选人受到危害 那这个是大乱 那而且你要知道11月5号当选之后 到1月20号还有很多天 你以为人家就认了 像那个弗罗里达宴票那一次 整个大概拖了一两个礼拜吧 就悬而未决嘛 你不要低估这一次会这样 因为我跟你讲 尤其是那个通讯票反超的 共和党一定要求验票的啦 因为就是这样 而且那个可能输赢都是一趴两趴 我说有一些关键州啦 那一定会验票 那验票那个过程 或者是开票当天 搞不好砸毁票轨啦等等 就开始发生了 事实上现在两边都互控 说有一些选票不见了 你知道吧 现在已经开始了 然后还 我觉得他们选举都学台湾啦 也出现了假民调 是啊 CNN那个摆明就是假民调 绝无可能嘛 怎么可能贺锦丽 赢4%赢5%赢6% 现在很多媒体越来越激进 越来越乱啦 所以纽约时报做出来都差1% CNN一做差5%差6% 我觉得这个就是已经没招了啦 所以到最后就各种东西都出来了 但可以预期啦 而且我跟你讲 我认为最后三天 搞不好还会有AI伪造的候选人讲话 这里不要低估喔 因为马斯克就搞了一次 马斯克就贴了一个贺锦丽的文宣嘛 结果人家发现都是AI 结果一天流量1.3亿 如果在选前几天出来的话 我认为一定会 大家都已经疯了 彼此那个不信任的程度 不信任程度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啦 10月大惊奇没有出现嘛 会出现在倒数的这几天 11月大惊奇 可是美国是个大国啦 所以就说一个事件要动摇所有的州 也没那么容易 可是我认为就是会有一些极端事件 好一点点时间来不来得及 这个丽将军讲一下印度好不好 印度工商部长跑到德国去访问 在这个高铁上就跟这个德国经长碎碎念 为什么你们出售给我们的顿购机 是中国造的 然后自问自答 我告诉你 因为中方不卖给我们 我们只能够取现救国 你要印度经长的德国讲什么呢 德国经长就说呵呵呵 我听你的你说了算 你怎么看待印度的心情 中国为什么不卖给他 你想跟印度做生意 有一句俏皮话叫 印度赚钱印度花 一毛别想带回家 对不对 印度自己本身 你看看中国给他的吧台 已经你都跟人家生意讲好 我吧台这个顿购机 已经送到你印度去了 结果你用安全礼物 不让我去那边组装 我项目就 那我就不就亏了吗 我问你这东西以后 谁还敢给你做生意吗 然后结果没想到 这个印度自己的财政部长 还跟这个德国抱怨 这一幕真的很有戏 因为在那个车厢里面 他那个讲的话 就大家都听到了 他应该是故意的 所以印度 印度大家习惯称他是企业坟场 他有时候经常讲话不算话 对不对 然后不管是 你跟他就算签了合约 就算他自己的法律来讲 他也经常翻脸不认人 所以人家讲印度是什么 这个就是很广泛性的制定法律 但是很广泛性的违法 然后选择性的执法 所以他只选他想要的法律 里面他的法律多如流氓了 那选择他想要的 他来找你 如果说他是找不出向阳 他要修理你的法律来讲 他可以再去制定一条法律 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包括到欧美的企业 其实平常讲玩不过印度 很多企业到那边去以后 煞雨而归 有名的大企业 包括亚马逊 或者是中国的企业有很多 像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是不是要考虑要到那边 设立晶片公司 其实真的要考虑很久了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 最怕的 前一阵子我们讲他说 是跟中国在边境有个制定 大家就很担心 你讲话到底算不算话 会不会今天你跟我签议的这个协定 然后双方来讲 各后退15公里 对不对 然后明天来讲 你又向前进了15公里 所以你怎么看待这个 德国经长的现场反应 我觉得也很有戏 对啊 我想说他讲这种话 他是打原厂讲的话 我听你的 你讲了就算 对不对 那这种话很明显 他根本不太想接话 他应该知道这个过程吧 反驳也不是 对啊 对他应该知道这个过程 你当初 对不对 人家把东西都送到你家来了 结果你就用这个理由 要不然就当初 不应该跟人家签约嘛 那你知道法律上面 你玩不过印度的 所以法律都是他自己定的 他可以制定自己想要的法律 对 然后就算是他没有这个法律 他可以重新找一条法律 来修理你 印度大部长在车厢里碎碎念 对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